由希望之城国家医学中心举办的大型社区儿童艺术活动 《同心同意》在希望之城总部盛大举行开幕典礼 此活动的统筹是由鸭鸭原地亲自网负责 共有400多名小画家参与今年的绘画活动 柔斯密市议员劳朱嘉义 雅凯迪亚市议员戴守真亲自出席 以表达对此活动的鼎励支持 今年《同心同意》的主题是让希望飞翔 目的是透过小朋友天真的眼光与纯净的心灵 将对健康的希望和未来的愿景 以艺术的创作表达出来 我们知道希望是一种重要的因素 在抗争疗疾病 我们认为是一个机会 不仅仅能够吸引我们的孩子 不仅仅能够吸引我们的爱情 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因为我自己也有小朋友 我觉得这是一个活动能够让小朋友展现他们的才艺 当天有数百名小画家和家长到临现场 参观作品展以及领取艺术表扬证书 我刚刚刚刚写了一本书 关于蜂蜜蜜 它是希望的 所以我写了把蜂蜜蜜 作为父母 我们很喜欢我们的机会 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参加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 至少让小朋友去动同老想说这个主题 然后让他们抒发一下他们心理的想法 对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 很带来小朋友 让他知道这个希望 让他知道这是爱心 他也很喜欢 所有入选作品将在南加州不同地点巡回展出 也将同时在网上及Asian餐厅电视上展出 有关同心同意儿童艺术巡礼 可以向鸦鸦原地网查询 Asian Media在Dualty的采访报道